大家好,我的下妈 今天的早餐做了一点迷你的红枣玉米粑粑 我一个人都吃了好几个 又香又糯,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 我用的是甜玉米 这边是10块钱3个 这种是大的,然后小的是10块钱4个 剥下来的玉米皮也不要扔掉 我们留下里面这种嫩一点的 然后把它剪成这种长度宽度都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处理好后用水先冲一下 我这里还用盐水泡了一小会儿 这样吃起来就更放心了 捞出来沥干水分 玉米全身都是宝 这些扒下来的玉米须也不要扔掉 用它泡水喝很清香的 接下来就把玉米擦成玉米浆 没有你可以把玉米一切下来 打成玉米浆就可以了 这里三个,一共擦出来500克 加入白糖 再加入糯米粉 然后我这里还加了一点大米粉 就是粘米粉 没有加水的,就是用玉米浆去和面 搬好后是这种状态 看起来有点软 但是你实际去揉它的时候是不粘手的 软硬度是刚好 蒸出来不会软它 就是放冷了它也不会变硬 量干水分的玉米液 要抹点蔬油哦,防粘 再把我们揉好的团子放上去 要按扁 这样蒸的时候的话呢 不会那么费时间 再放上两颗红枣 点缀一下 覆盖 一个玉米粒粒就做好了 这个包起来是挺简单的 几分钟就能全部包好 我这里一共是做了二十几个 然后叠在一起 水开上锅 蒸上15到20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要是有个能闻到味道的手机该多好 这种玉米香就有点像我去年去云南吃到的那种玉米粒粒 一块钱一个 就是很香很糯 自己做起来不难 就是完全靠这种玉米浆激发出来的香味 里面还加了一点大米粉 更好消化 一不小心就吃带了好几个 这种做出来造型很好 不会特别软塌 而且放冷了这个口感也是很好的 如果你也喜欢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在家里面去试一下 我是夏妈 我们下次再见